目前小银针肥大的手术方式呢 如果根据文献报道的话 有十几到二十几种的方式 而且不断地在有新的术式的开发应用 但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小银针的手术 总体来说已经做了超过 一千多粒了 这一千多粒的手术 我们进行了总结以后 发现首先你要先知道 你的小银针肥大是哪一种类型的 小银针肥大呢 我们基本上分成是单纯的小银针肥大 就是我们仅仅能看见小银针的两个边很大 但是在因地的这个皮肤呢 是没有明显的褶皱增生的 这种叫单纯小银针肥大 第二种呢是小银针可能并不大 但是小银针两侧边 因地包皮这个两侧的组织呢 有明显的褶皱啊堆积啊 这种呢属于因地包皮增生的这种 但这种呢因为它没什么不舒服 所以要求做手术的呢也相对比较少 建的最多的一种是 小银针也很大 然后因地包皮增生的也非常的多 如果是这一类患者呢 您不但可能需要做小银针的整形 因地包皮的组织呢也需要同时进行修整 至于说具体选择什么样的术士 还是建议您到正规医院选择正规的医生 因为不同的类型 我们需要选择的术士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目前来说 我们应用的最多的术士呢 还是以一个边缘切除 或者是一个楔形切除为主的 边缘切除主要应用在年龄比较偏低一些的女性 尤其是卫生育的这一类的女性用的是最多的 因为它可以把边缘黑色的这部分呢 也大部分的去掉 做完之后不但形态好了 颜色也会变好 而楔形切除呢 主要针对的是一些比较年龄偏大一些的 这个小银针组织松垂的非常明显的 它可能需要在两个方向